麻煩請蘇院長 請行政院蘇院長 院長好 委員長你好 你好 今天就給您討教有關高鐵延伸到屏東的這個事件 您在9月10號宣布這個事情 基本上就國民黨來看 或者我本身來看 要給屏東的鄉親更好的路 更快速的路回到屏東 我還有國民黨舉雙手贊成 謝謝 但是我現在要幾個問題跟你討教 第一個 我不挑戰院長您的交通專業 但是我要請教您 因為這個事件 這個延伸基本上行政院 是從正式上考慮 那我要請教院長 這個預算要編在 什麼時候要編列 謝謝委員的支持 我們都知道 這個不只是為屏東 我要進一步講 這是為整個台灣軌道運輸的提升 就是西部高鐵 東部快鐵 這一定屏東這一塊要連起來 才能達到這個目的 那現在整個案 行政院的態度 是告訴全國民眾 向全國民眾報告 我們要做這樣的努力 但現在四條路線可行性規劃 正在交通部處理 謝謝院長 我要請教 因為這個案到現在 其實蔡政府上來 已經沒有兩次被交通部打回票 那這個程序上 也沒有經過國安會跟交通部的審查 那我請教您 交通部跟國安會審查一定會通過嗎 這是計畫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進行審查 已經可行性評估即將完成 那政策上我們是要推動 那技術上應該也可以克服 可是在程序上 我們也必須依照這個程序來進行 也會嚴格審查 所以部長 院長已經下令了 所以已經通行證件給了對不對 所以你的講一定會通過對不對 是說政策的方向我們要來推動 但是怎麼樣的路線 還有所有的這些可行性評估 涉及到未來 你還可行性評估啊 院長都講了 所以我的結論是一定會通過對不對 我們希望來推動 你站在這裡 你站在院長旁邊 你敢跟院長打回票 敢不敢 這個委員 是這樣 政府 表示一個態度 但 現在路線 四條 做可行性評估 所有預算也都會尋規來辦理 好 另外 院長 高鐵是一個上市公司 換工股 只有45.13% 院長 這個事情 有沒有跟高鐵公司商量過 這個委員誤會啦 軌道的興建 尤其是從高雄延伸到屏東 這是政府會來興建不是高鐵公司 院長 我沒有誤會 你相信我的專業 你相信我用工的程度 來 我們往下看 你想不想 高鐵公司是一個上市公司喔 當你9月10號宣布之後 股價會波動 已經降了 已經從 9月9號的37.9塊 跌到昨天的36.75 這段期間股市漲了89點 但是 但是 高鐵的股價是往下的 我要請問院長 這些股民 他有將近8萬多個股東 院長 這個股價跌了 要跟誰要 跟行政業要 還是跟交通部林部長要 這個很謝謝委員 我很尊重委員專業 所以委員從專業的角度 而且影響力大 更可以告訴股民 這個 不是要由高鐵公司來建 同時謝謝委員 今天給我機會 在國會殿堂上 我明確地表示 未來的軌道建設 是政府投資興建 不是高鐵公司 我知道 你做的都有EOT 所以院長 那我裡面回答問題啊 現在現行已經跌了一塊多 這一塊多要跟誰要 跟你要 跟部長要 還跟請經管會 顧主委要 誰要 院長 我是厚道喔 我講是今天在執行之前 我去買了一張股票 院長 我可以告你耶 我是講義法正法喔 我就告你 造成我股東的損失耶 院長 這個 謝謝 因為你是我老長官喔 報名可以買一張股去告你喔 這個委員 我尊重你在財務上的專業 但你也要尊重我在法律上的專業 你這個如果告 告不贏的啦 嘿 你太樂觀了 你太樂觀了 院長 你太樂觀 你的法律專業沒問題 但是你不是證件交易法的專業 欸對不起 另外 還有後續延伸的問題喔 你以後即使是軌道 是政府建完 建完你交給高鐵去營運喔 那萬一 這財務上有問題 也會造成股東的損失 院長 你怎麼彌補他 那個委員 這個 未來要怎麼樣子營運 這個我們會跟高鐵公司 後續那是商量的事情 那我從不隱諱 所以當天 還請得高鐵公司董事長 再做 所以他始終了解 院長 你在場 他當然始終了解 不瞞你說 這個是第二段 當你政府造成決策 但是財務上不可行 到時候損失了八千 八萬多個股東的權益 到時候二三十年的營運 會造成股東的虧損 院長 你那時候離開了 還是會告你 這個委員 有時候離開還會再回來 高鐵 沒有錯 李永已經再回來了 天啊 這個委員 當年高鐵在明 2007年1月通車的時候 就是我主持的 當時國民黨就講這是會鐵 還發起巨大高鐵運動 結果今天高鐵賺錢 高鐵一天賽克十八萬獎千人 院長 後來儘管他的主委 沒有毛院長的強力協助 我不騙你 現在高鐵真的變成會鐵 所以你可以問問 林部長你的事務官問問看 你沒有這個案子 沒有毛治國部長 沒有毛治國院長 沒有當時財政部 當時我跟你講喔 當時連台銀要把這連帶 把連帶的價格降下來 連台銀當的董事長 叫張秀蓮都不願意 後來興正去動用 不做 我給你換董事長 當時都講好 我要接董事長 沒有救他 他有兩階段 第一階段財務降下來 第二階段 把他的 把他的折舊拉長 早就 這變會鐵啦 店長你講 你問對人了 我本來不想講這一段 太好了 這個恐怕國人同胞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馬英九總統一再 講這是會鐵 他不搭高鐵 有一天 他在搭高鐵 結果 記者就問他賭麥 說你為什麼要來搭高鐵 他說因為他沒有買到飛機票 說搭高鐵比較快 那個印象深刻 Google一下 國人同胞 恐怕對推斷的 兩段財務 重整 高鐵 真的是會鐵 好 往下 院長 我要跟你討教 前瞻基礎建設 不是你任內職推出來的 是林全院長提出來的 第一期的計畫到去年十二月底為止 真正的實現數是百分之六十五 保留數是百分之三十一 真正一百零五項計畫裡邊已經完成只有四十項 還有六十五項還在執行當中 所以表示當時編列的太早了太快了計畫都沒有做好 但是 最大的問題 你曉不曉得 院長 因為你當過地方行政所長 包括平東 包括台北縣 又如同你講的 已經兩度當行政院長 這個問題 地方財政 你很清楚 早在我早期在行政院 在省政府當科長 您當縣長 我們就接觸過 我對你不亂花錢 我是高度的敬佩 但是你曉不曉得 這基礎建設做下去 照你現在 照你蔡政府這樣規劃 八千九百一做下去 您認為會衍生什麼重大的後果 您曉不曉得 很謝謝 真的我也是因為非常肯定佩服 曾委員專業 同時在處理事情上的公正 那當年很多的這個 成績我都很肯定 那也謝謝 希望我們一直都用這樣的態度 來福國利民 那前瞻基礎建設 國人同胞一定最印象深刻是 當年送進來立法院的時候 國民黨委員 丟水球撒面粉 結果現在我去到地方 每一個都伸手跟我要這個前瞻預算 包括我去到新竹主持 桃園新竹水連通工程 我們的林維州委員 都到場 而且大力支持還上台 希望繼續擴大 那不但這樣 我去到台中 副市長楊強英也是一直爭取前瞻計劃建設 精衛 我去到台北 胡市長也是這樣 所以前瞻基礎建設相關計劃 很謝謝貴院通過 很謝謝委員 現在特別點出來還有哪些執行 或許還有需要再加強或怎麼樣 我一定會嚴格監督 謝謝院長 你很誠懇的答覆這個問題 你看的是他的優勢面 但是站在你旁邊的這個主機長 還有沒有上來的部長 我們看的是財政面 不瞞你說 這個地方政府 因為你當過屏東跟台北縣的縣長 這個最新的數字到八月底的額度 地方政府未來舉債額度 只有剩下七千三百二十五億 扣除台北市只剩下四千七百五十四億 因為台北市財政還好 而且它幾乎沒有前瞻建設 另外依照前瞻基礎建設的配額款 這個數字還不是自己算 是審計部審計過的 高達四千一百二十七億元 所以到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地方政府的擠債額度 只有剩下六百二十七億 院長 我不曉得民進黨能不能撐到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那你聽我講完便問完 所以到時候 地方財政幾乎 除了幾個少數 像桃園等等比較好的財政以外 到時候舉債額度只剩下六百二十七億 幾乎二十二縣市 財政都會破產 你剛剛講了光明面好的一面 這個當時在這裡在對答 或者是在台委會的時候 這兩位都在 兩邊兩位都在 我們都一再提醒 只是 你站在你旁邊這兩位 也知道 只是這是行政院的政策 他們不敢講真話 我另外給你報告 這個事情 是林全院長時候提出來了 林全院長 作為一個財政專家 假設 前瞻基礎建設 但是不踩煞車 不檢討 不檢討 院長 到時候 我呼瞞你說 以後的財政學的課本 或者財政的歷史上 會記 林全院長一筆 說在他任內 提出了全灘基礎建設 結果 把地方財政搞垮了 到時候 林全院長歷史留名 另外蔡政府也會歷史留名 所以我的要求很簡單 院長 這些全瞻基礎建設 真的有一些沒有急迫 不是真的全瞻的 我希望 同心 更何況 更何況 為了政府的永續經營 院長可不可以檢討一下 好 謝謝 這個 是不是請蘇院長 用書面來恢復 曾委員 因為現在沒有聲音 也聽不到 謝謝曾委員 謝謝蘇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中委員嘉賓